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和我的同事,我们律所的合伙人杨律师在一起 我们现在是在国会山前面 因为我们律所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 所以今天天气非常好 我们来到华盛顿录制一个节目 大家关心的移民问题 移民法归根到底是由国会制定的 在这里录制也有象征意义 我们这个视频主要讲到的是 2023年谈爱485和婚姻绿卡申请的严格标准 那么在这方面 我们知道众所周知 比如说现在H1B抽签中签几率比较低 那么很多中国人还是很聪明的 有各种办法 就想到说用别的办法来解决身份问题 比如说有的人和美国公民 绿卡持有人 或者正在办485的人结婚 也可以比较快的拿到绿卡 这个本身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为了避免Visa Fraud这些方面 移民局现在在这方面 有更严格的审理 比如说婚姻关系 夫妻两个人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证明 他们确实是夫妻呢 杨律师你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 或者案例或者建议呢 好的 那么要证明夫妻两人的关系 那么一般需要提供的证据 包括夫妻两人共同的账户 共同报税的税表 两个人共同拥有的real property房产 两个人在一起拥有的汽车保险 或者是一起拥有的其他的一些资产 那么这些都可以用来证明夫妻的关系 另外平时两个人生活的一些记录 比方说出去旅游的记录 照片这些对申请的批准也是有帮助的 好的 那么有的申请人会问 如果说配偶双方刚刚结婚 才一个星期一个月 像这样能申请吗 或者如果说配偶的一方在美国 另一方在境外在中国 这样能申请吗 如果有的人原来有过婚史 曾经离婚 对吧 后来又结婚 这样能申请吗 还有呢 那比如说经济担保 如果说钱觉得说没那么多 像这样应该怎么办呢 这些常见问题你觉得是怎样的 刚才蔡律师提到这些问题 其实都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但是您需要咨询专业的移民律师 特别是像我们新闻民一样 有十多年经验的 资深的移民律师 所以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 欢迎您询问 好的 对 那我们最近看到比原来增加了很多 有的人申请人 比如说收到了来自移民局 要求补充材料的通知 或者叫预备拒绝信 有的叫RFE 有的叫NOID 收到了以后呢 才很担心联系我们 当然他如果一开始就准备好了 那就更好了 可是有的申请人说 我已经收到RFE了 NOID了 甚至申请被拒了 那是不是就没希望了 我是不是就得离开美国了 夫妻就要分离了 好痛苦啊 是吧 那这样怎么解决呢 这样也是都有解决办法的 总的来说呢 那个美国政府是一个 非常讲道理的政府 对于家庭团聚 特别是夫妻之间的这个团聚 也是非常重视的 所以您要是遇到上述这种问题 我们也相信能够找到 非常合适的方法来为您解决 您可以将您的具体的情况 在邮件里面描述 告诉我们 我们也为您提供这个 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太好了 那这样就放心了 那这个呢 刚才杨律师提到的邮件 比如说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网页 我们律所的网页 新为名律所 nwmlaw.com 在网站上有我们的联系方式 然后呢 你也可以在网站上 直接提交inquiry 然后也可以在我们律所 叫美国攻略 这上面有我们律所的文章专栏 然后呢 可以在上面看到 我们讲到的一些案例呀 信息 也可以看到我们联系方式 另外呢 我们律所有微信公众号 叫每本每高留学指南 我们还有我们专门的 YouTube频道 搜索new未名law 就可以找到 这样呢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联系方式 不愁 找不到律师来帮助你 那么这些呢 我们讲到的都是婚姻律卡 那么除了这样的亲属移民 别的呢 也有职业移民 比如说 有一些人来自中国 对吧 那他原来呢 曾经是组织成员 对吧 那这方面呢 有的人觉得 那这个 因为我学习好啊 所以我被邀请了 这是一个荣誉啊 这个很正常啊 或者说我为了找工作啊 是工作原因 对吧 可是呢 最近后来他看到 比如说在美国办485 或者在中国办移民签证啊 都遇到了更多的刁难 或者困难 比如说 收到了RFE NOID 或者被要求面试 interview 甚至申请被拒啊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什么办法吗 这个是由于 目前的这个形势啊 美国政府移民局 针对这个485背景调查啊 加强了这个提高了要求 那么很多呃 申请人就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像蔡律师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呢 其实都可以解决的 呃 我们绝大部分的客户啊 啊 这个申请都获得了批准啊 也没有就是最后遇到不能批准的这种问题 那么呃 您如果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呢 呃 我想您可以就是跟我们联系 我们也会针对您的具体情况 提出合理的这个解决的办法 嗯 那太好了 但是呢 我们看到有的人啊 他就错过了机会 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没法改变了 对吧 呃 过去中国古话叫一字入宫门 九牛拔不准 是吧 你已经说了这个这个 那过后说 不对 我说的话都不算了 我给你重新讲 呃 那这个不太合适 对吧 当然你也可以想办法来增补啊 来澄清 但是毕竟呢 没有从一开始就认真准备 要好 那有的人你也不能说他不认真 但是呢 用力方向不对 费了很大力量 反而对自己不利 对吧 呃 专业的事情啊 专业的人来做啊 这方面呢 呃 我们有丰富的经验 你可以搜索一下 看到我们有很多其他的文章和视频 我们的经验和观察是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啊 办理四八五 办理移民签证 尤其是对来自中国的人啊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现在呢 申请比原来更难批准 所以呢 呃 一定要慎重 那你已经这个办到最后一步 如果说因为某些错误理解啊 这个原因造成移民签证被拒 造成四八五被拒 很可惜啊 所以呢 那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啊 欢迎联系我们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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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